通奸除罪化已经讨论很久了 法务部最近做了一份最新的民调 显示有82%的民众都是反对除罪化的 但是女权团体质疑 这份民调是以道德来作为前提 里面很多的提问都是误导民众 因为通奸定罪 最后呢都是女性远高过男性 大多只惩罚到同为女性的小三 而一般民众还是都认为 这个通奸罪是大老婆捍卫家庭的武器 婚姻的生活跟性的生活 可能不应该藉由国家的权利的介入 不应该由刑法来除罪 文化部长龙一台日前公开提倡通奸除罪化 引发讨论 法务部也顺应民意做了份民调 结果却有82%的民众反对通奸除罪化 看似因为民众普遍反弹 但立委质疑这份问卷根本就有问题 这个通奸行为它是破坏婚姻关系 它损害配偶的权利 所以用刑法来处罚是合理的 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你会打说当然是合理的 整个都是政治正确的 问题扣上道德的大帽子当然不准确 女权团体也质疑通奸罪的存在 只惩罚女性 像是之前苗华斌的婚外情事件 老婆孙孙华最后只告小三 明明错的是男性 但是女性最后被判刑的比例 却是逐年增高 对女性不公平 不过一般大众并没有想这么多 多一点的怎么讲 就是一些不完行事或民事的压力 其实大家还是会比较有那个约束在 虽然经过记者解释 但是一般女性还是会把刑法的通奸罪 当作婚变危机的王牌 不过婚姻关系还是要靠长期经营 只用法条来约束 不管是刑事还是民事 会犯的还是会犯 谢谢